我看见了他们那里面有好多个女的 有荷兰的 上海的 百晶的 有以下找不来的 有四川的 有福百的 还有就是太远不明年不是福百了 那里面也有 他全国各地的人 他都拿着人在那里面 主要是大部分是学生刚刚从学校里面出来的 那个学生没有经验 想发一笔大财 反正就是说 他忙于结语发了个财 等于说 到那里拉个礼拜来 他给我上课 另外还有一个女的 是重庆的 那个女孩的话 大概在二十三岁左右吧 他有一个小孩子 好像是可能两岁左右吧 我第一句 我说你这么年轻 你怎么来搞这个东西 他说我发觉这个东西的能政策 我说肯定不犯法 我说肯定不犯法 我想的话 你跟你老公关系不是很好 我说 肯定你投报出来的 这就配死了 他记得很 替我的妹妹聊一下 小赵 你这么做吧 我说什么 我说你的 Idea 你怎么議会有内容 那不是说肯定不犯法 那不是说肯定不犯法 感谢观看